主播Go!Go!Go! 今次我們去哪裡? 今次我們來到大富翁主題館 原來大富翁已經推出了85年 這裡是全球首間大富翁主題館 一進去就會見到有部專屬電梯 搭升降機時還有動畫看 那搭升降機後我們會去哪裡? 很快我們就來到第一站 第一站就是大富翁先生的神秘大宅 他見到不少大富翁的珍藏 嘩!全部都是很有紀念價值的大富翁 咦?這輛是不是大富翁先生的美車? 鄉居當然要配美人 快點打卡 這輛車還是見歷史世界紀錄中 全世界最大的大富翁旗 什麼都不漏 COT 你是人一路じゃない? 你知道吧 很難量摟 你最大的 救我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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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師妃你為什麼這麼悶悶不樂啊 香港的樓價這麼貴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做到業主 我敢是嗎 不如不要做業主 做地主啊 可以更厲害嗎 真的嗎 拿著入場券 就可以印穿屬自己的地契 可以寫上自己的名字 不過呢 究竟會抽中哪塊地 就要求自己的運氣了 嘩 我抽中太平山啊 這次發財了 嘩 為什麼我的是旺角呢 好過沒有啦 媽咪 我有地契啦 來到大福風館 當然要找幸運大抽獎啦 拿回這張票數一數 就知道送什麼了 嘩 嘩 我們抽中了SKY100入場券啊 剛才玩撿錢遊戲 撿回來的錢 真是可以當錢花的 每十元就可以兌換一元 可以在正品店和小食店裡用 這裡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大富翁 還有些版本是獨家發售的 玩到累就可以在小食店買下爆谷和咖啡等等的小食 你看看 連小食都是大富翁造型啊 上機吃先是指定動作啦 我們慢慢享受一下 咦 是大富翁先生啊 由現在起直至2021年3月18日期間 每位入場賓客都會獲贈大富翁明信片 大家寫完對親朋好友的心意或者祝福 在大富翁館的金油桶就可以投递 場館亦都特別推出大富翁85週年紀念有票 還有大富翁85歲生日蛋糕 給大家拍照打卡 大富翁fans 一定不可以錯過啦